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内文分享来自菲律宾本校区第十一届报导师赵希珍 过了八个月了 我已经切头切尾成为了菲律宾人 重口味的菲律宾菜不单止令我吃得津津有味 我烹饪这些菜牛的手艺也都沾入街景 而且我已经不需要用洗衣板 也都能够将衣服洗得干净 另外我还能够区分菲律宾的汉柜和雨柜 过去当我看到他们不分男女 因为家里没有工水系统 所以会在公共水池旁边冲凉的时候 会觉得不好意思 但现在的我 也都会和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冲凉 以前我只会吃白米饭 但现在的我比当地的人更喜欢吃玉米 现在想起 我已经分不清楚韩国的冬粉和菲律宾的冬粉有什么不同 所以即使嘴里吃着韩国的冬粉 我也都会说 这些是不是韩国的冬粉 之前我没办法理解我的报道士前辈们 他们来到宣教区会很早就睡觉 但如今的我也都成为了不折不扣 早睡早起的菲律宾人 希望在这个无电的地方 哪怕省少少灯油也好 另外虽然讲起来有点不太好意思 但是呢 现在即使去厕所不记得带厕纸 我都可以用冲洗的方式来清洁 因为我认为水是更好的清洁用具 在菲律宾 一餐有一道配菜就足够了 有两道就是却却有余 有三道就是摆盐直 现在 我慢慢地觉得菲律宾人的生活方式 和韩国人相比要简单很多 因为他们不会吃每一餐都有一堆的配菜 我开始喜欢了妙不可闻 有点像臭脚的菠萝蜜 也都爱上了超甜的芒果 还有闻起上来好像富裕的榴莲 和坦而无味的椰汁 还有口感奇异的椰肉 现在 每次当我录面的时候 那包调味料我都会留住备用的 每当我花一批索 买一袋面包的时候 我都会怀着感应的心去享用它 当想去那些甜甜圈的连锁店 或者麦当劳的时候 我都会望一阵菜单 然后就会离开 每当我去市区拿取津贴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我的宣教区 这个很明显就好像菲律宾人的生活 但是在今天这样的落雨天 我亦都会想起韩国温暖的家 过了13个月了 我的本质依旧的是韩国人 看来没办法轻易的改变 我祈求耶稣拥抱我 愿将来的我可以转变成为属天国的人 今天有神中课讲到这里 欢迎下次再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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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